大家好 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五 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沈志泰 今天還是會有些雨 如果看看雷達圖就可以看到 早上來說還有一些比較零碎的雨區 影響著珠江口附近 如果看看今早的雨量分佈可以看到 其實在西貢和沙田附近都錄得一些雨量 仔細小小看大範圍的衛星混合就可以看到 雲大仍是覆蓋著華南沿岸地區 所以今天整天來說還是比較多雲 而且今天吹著一些比較大的東風 早上來說大部份地區的氣溫都在22至23度左右 所以感覺來說早上也會比較涼 接著我們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預測是大至多雲 有一兩陣的雨 包括下午的部分時間就會是天色明朗 最高的氣溫大概是25度 風方面就會吹清淨的偏東風 離岸就會吹強風 提醒大家強烈貴后封信號現在正在生效 展望方面我們預測 接下來這兩三日部分時間就會有些陽光 到下個星期初的時候 氣溫還會回升一些 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 下次見